好像這個 那麼呢 之前1980年的時候 64萬人的這個案例 那麼到了2010年的時候 就超過160萬的案例 那麼全球的這個乳腺癌發病率呢 是每年增加3.1%的 而它的趨勢是不斷的持續 往上升 那麼世界各國的這個乳腺癌的比例是不相同 相對來說 高收入的這個地區的患病率呢 是偏高的 高過這個低收入地區的 你看到在北美的部分裏面 差不多每10萬個人呢 就有92個人 而在非洲和這個東南亞的部分裏面呢 可以看到每10萬個人裏面只有27個人 那其實呢 其實呢就不是因為 高收入地區 患病率高 而是它檢測率 是超過了 是比這個低收入地區呢 低收入地區呢 它們的醫療水準 和醫療的品質 是遠低於這個高收入地區 所以相對來說 它們檢測到這個乳腺癌的機會呢 是相對的降低的 我們看一下亞洲的女性 和西方的女性比較 可以看到呢 患乳癌的比例呢 那個時間率呢 那個時間呢 是亞洲女性大概是40歲到50歲的時候 她們的患病率呢 患病的機會呢 是最高的 但是呢 西方的女性呢 是到60歲到70歲的這段時間 互相之間的差異呢 差不多是12到17歲之間 那我們看到這個 做不到啊 在1980年到1990年之間 那個年代末期啊 乳腺癌的病發率是增加 可能是因為這個生殖的時間 生殖的因素而改變的 那因為很多現在的女性啊 是晚婚啦 或者是比較慢 比較遲的生育 那這個狀況裡面 都會影響這些的婦女 產生乳腺癌的機會更高 那年輕的人懷孕呢 所產生乳腺癌的機會比較少 而年紀越來越大 她所產生乳腺癌的機會呢 是相對增高的 那還有呢 肥胖啦 或者是缺乏運動啦 喝酒的人呢 也都是會增加這個 這個乳腺癌的機會 那乳腺癌呢 在流行病學裡面 又看到在肥胖的人裡面 BMI值偏高的時候呢 她的乳腺癌也是升高的 那另外就是 那我們的腰圍 那腹圍的部分呢 也是腹圍比較大的人呢 她相對來說 她相對來說 產生乳腺癌的機會 比腹圍比較小的人 來得高 那另外還有就是 有關避孕藥的使用 或者一些刺激素的使用的部分 都會產生一些的乳腺癌的機會 過去曾經覺得 用這些的避孕藥的時候 我們都要注意 會不會產生乳腺癌呢 那後來改善改良了 但是都是現在發覺 仍然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那這個針潤性的乳腺癌 患者的年齡分佈呢 你看到這個是上海的一個 研究報告 那她的分析報告出來呢 就是她的年齡層最高的 是在40歲到50歲 那跟剛剛我們說的那個 流行病學的資料呢 都是雙方配合的 那但是歐美的國家裏面 有比較先進的國家 他們是60歲到70歲 中間差距是12歲到17歲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的發病率 發病數和死亡數裏面 最高的癌症 在女性癌症裏面呢 是乳腺癌 就是以生殖的問題來講 包括乳腺癌啊 子宮頸癌啊 或者是子宮癌啊 卵巢癌啊 這樣的問題裏面 乳腺癌是最明顯的 最明顯的 那通常呢 死亡率也是偏高的 那我們看到 第一次去做乳腺癌的診斷的人 大部分都是第二期的 比較明顯的狀況裏面呢 是檢測到這個乳腺癌出來的 相對比較 從1970年到2019年這段時間 第一期的這個 乳腺癌呢 其實都是見到 有比較多的人 得到認知 即是說 知道 提前去做這個檢測 而測到這個乳腺癌 比較早期發現的 我們再看看乳腺癌的結構 剛剛說到我們的乳腺癌 是從中線我們的 胸骨旁線和這個 逆中線中間的範圍 加上呢 就是我們的腊骨 從第二腊骨到第六腊骨的部分 我們稱為女性的乳腺癌部分 女性的乳腺癌 通常是皮下脂肪的組織 是比較多的 比較豐富的 另外就是 它的乳腺癌是靠著一些 腊膜或者筋膜 是牽引著的 我們旁邊那裡也看到了 腊骨以下的是我們的肺部 然後呢 就是一個胸壁 然後是胸大肌 我們看到乳房的部分裡面 有很多的乳小葉 有乳小葉 那這些乳小葉呢 是分泌我們乳汁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來的 然後呢就是很多的乳腺 乳頭 乳雲 和脂肪組織皮膚的部分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一個就是 你看到呢 主要牽引著整個乳房的結構 是一個叫做乳房圓印帶 這個呢就是穩定女性乳房的部分 另外來說呢 你看到旁邊這個部分呢 就是一個乳腺葉 乳腺葉 乳腺葉呢就是很多的分學性 很多的小葉 很多的小葉 那這個小葉呢 是用來做什麼呢 它就好像肺炮一樣 但是呢它的功能不一樣 那麼我們看一下呢 這個小葉子 媽媽的乳房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乳汁 可以供應小葉子呢 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發覺 如果小葉子呢 去吸食這個媽媽的乳房的時候 它會刺激它的神經系統 這個神經系統呢 就使得腦部呢 就分泌一些的 在這個垂體前葉裡面呢 就分泌這個催乳素 這個催乳素呢 就會使得這些乳小葉啊 就會押出這個乳汁出來 那麼經過這個乳小葉之後呢 就進入這個乳線導管 那麼所有的乳線導管呢 就聚集在這個乳頭上面 那麼小葉子吸食的時候呢 就會更加做了一個回饋反應 使得更多的乳汁分泌出來 這個呢就是這個乳線提供乳汁給小葉子的一個過程 那麼我們看一下呢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麼整個乳房的部分裡面 大部分是靠著乳腺葉呢 以及乳汁的導管呢 那麼所組成的 那麼這些的部分如果 因為受到不斷的刺激呢 就會產生了細胞增生 那麼就會產生了一些癌症 所謂癌症或者是腫瘤的形成 那麼這個腫瘤的形成呢 就包括了四類的 包括了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從乳腺的小葉 那個小葉裡面呢 有所謂的懸胃癌 就是說那個不會動的 那個癌症的細胞呢 就會在這個乳腺裡面呢 是增生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 增潤性的小葉癌 這個呢 就可能會游走的 那麼另外呢 就是在導管裡面 產生懸胃性癌 還有這個增潤性的癌症 那麼所以呢 就一共有四類不同的 位置而產生 癌細胞 我們看到剛剛說的 這個乳腺癌 乳腺癌 其實呢 這個乳腺裡面呢 這個小葉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空洞 這個空洞 這些空洞呢 如果是正常的狀況裡面 它會 根據那個 腦部分泌的 這個催產素 會產生乳汁 在這裡 會分泌出來 然後再 經過導管 送到這個乳頭上面 那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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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的 乳小葉 這個小葉部分 被 不斷的刺激 產生了 變化 產生了 那個細胞不斷的增生 就會產生這些所謂 懸胃癌 懸胃癌 我們從組織學去看呢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懸胃癌呢 那個 年負性其實不是很高的 但是它會轉移 就是年負性不高的狀況裡面 相對來說 這些細胞 就不會很紮實在這個 乳腺葉裡面 小葉裡面 相對來說 它就會很容易 去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 有很多的 所謂乳腺癌的轉化 轉化到骨甲 肺部 或者其他地方 尤其是 最初期 會對骨質的衝擊 是最大的 還有去淋巴的地方 這些 開頭的時候 會看到的 這些細胞 是比較圓潤 而且 是沒有什麼細胞核制的 或者只有一個細胞核制 這些 癌細胞的產生是這樣的 另外 有一種 只有單一的核細胞 它是稱為A型細胞 當它有很多個核 或者是看到它的變化比較多的時候 它是稱為B型細胞 就是B型細胞 這個 如果 它是靠近導管道旁邊 增生 很容易就會使到這些 尤其是在肌底膜的部分 產生了癌細胞的時候 它很容易從良性細胞 就轉成為惡性細胞 本來是腫瘤 就會變成一個惡性癌症 當你看到這些惡性癌症 通常它是多核的 多核的 而且是有很多小的血管分佈在裡面 就會產生了這些細胞 會更加容易繁殖 我們看到 如果在一個導管裡 就一個正常來說 是空的 是空的 但是如果它分生了一些細胞的時候 就會變成了一層 在這個導管裡面多一些細胞 而且不斷地增生 不斷地增生 甚至是堵塞了這個乳腺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所謂一期二期 三期四期 一期就是一般的增生 到第二期就是非典型的增生 就是會更加多的 這個一圈一圈的 這個細胞不斷的繁殖 接著導管的懸胃癌 就會阻塞了這個導管 最後它是會向外伸張 這個伸張叫做浸潤性 這個伸張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轉化到其他地方 轉化到可能是產生了 最簡單的就是 去到我們手的骨骼裡面 近端的這個骨骨 或者是盆骨 都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如果是乳腺癌的自我檢查 其實有很多人都了解的 尤其是女性 對癌症這個預防的檢查 我們是用掌的前端去按摩自己的胸部 然後去感覺有沒有腫塊 那麼腫塊的大小是怎樣計算呢 什麼叫一期什麼叫二期呢 那麼一期大概有兩個cm的大小 那麼這個叫一期 一期包括A和B 那麼如果是淋巴結的部分呢 就稱為B的 就是靠近我們翼下的部分 會產生兩cm大的一個總塊 我們就稱為這個一期的B型 那麼一期A型呢 通常就在那個空的這個乳房的上面 那麼通常檢測是怎樣檢測呢 有很多人說我洗澡的時候去檢測 其實就是當我們躺在這個床鋪上面 去檢測的時候是最明顯的 最明顯的 因為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的乳房是比較容易去摸到硬塊 因為主要是導管或者是這個小葉 乳小葉是被平放的時候呢 我們可行摸到它是不是產生了一些硬塊狀呢 或者是一個牽扯狀呢 我們乳房的部分不是一定有腫瘤的部分 包括勾陷的部分呢 都可能會造成癌症的原因 另外呢就是會產生顏色的變化 就是好像皮膚特別變黃骨黃色的 或者是有些的破損 另外就是乳汁的分泌 乳汁的分泌裡面 它不是說分泌出來的 是白色的 是有些黑色的 有些咖啡色的狀況裡面的乳汁 我們特別要注意 這個都可能是產生癌症的一個現象 還有就是到第二期A型的時候 就會有比較大一點 差不多大到五公分左右 有時候在我們的腋下 有可能是在我們的淋巴 甚至在我們的胸骨裡面 都會產生這樣的狀況 更加嚴重的 它可能會有破損 會有皮膚的部分裡面 產生腫瘤 摸到底層的部分 它甚至會造成皮膚 肌肉的一個損位 再大一點 就摸到的比例數是多了 之前就是有四個到九個 大概是五公分的一些總塊 後面是摸到差不多有十個的 大於十個的 這個是第三期 到第四期的時候就是轉移 轉移可能轉移到我們的腦部 肺部 肝臟 或者是骨甲 我們看看 什麼原因會造成這些乳腺癌的問題 其實癌症的發生主要是發炎 或者是一些個氧化物質 就是自由基的產生 或者一些鹽症因子肥胖 或者是喝酒 這些基因的問題 甚至是紅肉 我們吃的所謂燒酸胺的一些物質 即是說我們好像吃臘腸 或者是臘肉 煙肉這些食物 它在我們的胃部裏面 是和一些胺基的物質結合了之後 產生硝酸胺 它也可能會引起這個細胞改變 DNA轉變 而形成了癌細胞 大部分都是一人發炎引起的 這個圖主要告訴我們 我們的刺激素 刺激素就是翻譯三種 我們上個星期講到 有刺酮、刺二唇、刺三唇 而主要控制我們年輕的時候 即是未停經之前的女性 都是以刺二唇為主 刺二唇的形成 是靠著紅腺激素轉化過來的 轉化過來之後 這個刺二唇 會和一些來到我們的聖線裡面 發揮的功能 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個聖線 是要經過通常打類固醇的這個聖線 是很特別的 它會和細胞膜上面的這個接受器連結 現在也可以在這個年紀之後 會進入我們的細胞裡面 然後在細胞質裡面 也有這個痴性激素的接受器 最後它會在這個DNA上面 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如果我們的痴激素過量 或者是接受器產生了問題 就會產生了激發DNA裡面 那個蛋白質產生了一個導向 形成了細胞的真生 或者是血管的真生 這個就是痴激素主要的作用 而且是會使到這些增生了的血管 或者是細胞不斷的發展 都沒有辦法自我控制 或者是不會因為自我的抑制裡面 如果它死亡就會變成了癌細胞 這些形成的原因 可能我們的飲食 我們的運動 我們的生活習慣 或者是用一些非類固醇的抗炎藥物 都會影響到我們本身的問題 我們再看看肥胖 為什麼會形成了這個乳癌的一個特性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就是當我們脂肪過高的時候 會產生一種的瘦素 這個瘦素也會產生一個叫脂肪的方向性的酵素 這個酵素是使得我們的藍性 紅性激素轉化為痴性激素的一個過程 那麼這些的脂肪裡面 產生瘦素之後 它會激發一些的因子出來 這些的因子叫什麼因子呢 或者是一些叫做戒質的因子 或者是一些叫做核因子 這些的因子呢 都是一些發炎的主要成分 那麼這些成分呢 就會使得我們的細胞裡面發炎 那麼發炎也會刺激到細胞的增生 或者是細胞的這個更多的白血球 好像巨細細胞啊 或者一些的T細胞啊 B細胞啊 過來去引起刺激 那麼這個刺激裡面呢 也會產生了更多的這個發炎因子 而造成癌症的機會 那麼所以肥胖的女性呢 是比較容易產生這個乳腺癌的 那麼這個就是很複雜的一個圖了 這個圖裡面所說的 其實是瘦素怎樣去影響到 我們身體裡面產生癌症 這個細胞的增生啊 或者是血管的增生啊 這個血管的增生啊 而導致了藍細胞的發展 那麼另外一樣東西呢 叫做BPA 叫做雙分A 雙分A呢 也都是一種素化劑 一種素化劑 這種素化劑呢 在我們的一般的塑膠用品裡面 尤其是好像小孩子的這個奶瓶啦 或者我們的塑膠杯啦 或者塑膠碗啦 裡面都有這個雙分A 那雙分A也都會使得我們的癌細胞增生 尤其是是它比較類似我們的這個刺激素 所以它會瞞騙過我們的這些的接受器 就是這個痴性激素的接受器 而形成了好似痴性激素的東西 但是其實不是 而反而呢 是導致了我們細胞增生的 那麼它說 這個痴性激素呢 是類似類故臣的東西啊 所以它呢 經過細胞膜呢 是很容易的 那麼經過細胞膜 然後進到我們的細胞質 到細胞核 那麼經過DNA 然後產生它的功能 那麼它這個時間狀況呢 可能經過幾個小時 或者幾日的一個功能 但是呢 這個雙分A不一樣 雙分A呢 是經過一個蛋白質去刺激 它產生了一些的訊號 它這個訊號呢 又會產生第二個訊號 每一個訊號呢 是增加了訊號的速度 或者它的倍數 所以這個雙分A就會產生了 很多的訊號出來 去刺激這個細胞發生改變 或者它的DNA發生改變 但是這個發生改變的狀況裡面呢 是很短暫的 但是它的能力是很強的 就是瞬間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爆發力 而同類 就是好像 刺激素 我們的賀爾蒙裡面 所產生的狀況裡面 是不一樣的 它的時間是比較長 但是它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所以兩者之間的差別就是這裡 這個部分都是講雙分A 如何影響我們身體裡面 造成了內分泌系統出問題 我們的神經系統 我們的代謝系統 我們的腎臟 心血管 甚至呼吸系統 都會影響到 而產生了各種的癌症 包括慢性的這個腎臟病 或者是乳癌的 那剛剛講到就是另外一個就是說說收數 也都是這裡講到就 雙分A也好這個收數也好 都會影響到我們身體裡面 產生了一系列的狀況 而導致了大量的發炎因子產生 這些發炎因子產生之後 影響到DNA的變化 而造成了我們的身體裡面 產生癌細胞 那怎樣預防呢 那有些人就覺得 我預防疼痛 是不是就等於乳腺增生呢 是否等於我發生癌症呢 其實不是的 你一定要去檢查 我經過檢查之後 用消音波 或者是用X光攝影 來證明了如果是乳腺增生 就是乳腺增生 乳防疼痛不等於乳腺增生 這個是兩件事來的 我們怎樣可以防止乳腺增生呢 可以第一個就是減少工作壓力 精神緊張 或者避免無夜的狀況 另外就是少吃點煙 少喝酒 另外就是吃點低熱量的食物 多運動 另外就是控制情緒 不要那麼容易發怒啊 或者是生氣啊 這些情形 還有就是穿內衣的部分呢 是放鬆鬆一點 不要壓迫到這個主線的問題 那這個癌症或者是發炎的問題 其實是跟我們的飲食有關 跟我們的飲食有關 如果我們吃很多的 Omega-3的魚油那類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的植物油 相對來說是會降低發炎的因子 和這個前二線素的發生的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吃很多的這個多分類的食物 多分類的食物通常在植物裡面是比較多的 好像水果裡面 或是蔬菜裡面 都有一些多分類的植物 那這些的食物呢 會使得我們發炎的因子呢 是下降的 那同時呢 是平衡到我們身體裡面 一些的可能會造成發炎的一些刺激物質 和會降低這個一氧發炎 降低一氧發炎的狀況呢 除了是舒張我們的血管的部分之外 一氧發炎呢 也都可能會刺激到血管增生的部分 所以降低一氧發炎的部分呢 是會使得血管增生比較少的 那癌細胞最主要就是靠著 增生的血管來供應它的營養 使得它更加能夠發展出來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可以喝一些紅酒 紅酒裡面其實有一件東西叫做白麗露醇 白麗露醇呢 是一個抗氧化很強烈的一個化物 那另外呢 使得我們細胞裡面呢 不會產生增生的現象出現 那就使得有抗發炎的現象 這個狀況 那如果在營養素裡面 我們看一件東西叫做綠茶精華 綠茶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二茶素 叫做茶黃素 二茶素呢 它本身呢 是類似 你看到這個結構呢 就是可能呢 跟這個 痴激素 痴激素裡面的痴耳醇呢 有些類似 為什麼類似呢 你說這裡有這麼多個 一大堆東西 這麼大個的 但是呢 它會摺起來的 化合物是會摺起來的 一摺起來之後呢 就變成了這個下面一個部分呢 就會跟這個痴耳醇相當相似 跟那個接受器 就是我們一個的鎖匙 一個叫做鎖 它就類似一把鎖匙一樣 可以插進這個鎖裡面 就是開這個門做這個痴激素的工作 或者是改善痴激素的工作 所以呢 這個綠茶精華 這個部分呢 是可以幫助乳癌的部分改善的 這個改善的部分呢 只限於一個叫做未停經之前的婦女 就是說未停經之前的婦女呢 是適用這個EGCE的部分 CG的部分 這個異茶素的部分 而這個痴酮的部分 即是說 比較我們更年期之後的婦女呢 比較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痴酮 痴酮呢 就跟這個茶黃素有少少的關係 而更加比較重點的 是這個 不是 應該是這個 這個部分 就是UPPOX裡面 的一些生物類黃酮 這個生物類黃酮呢 是好像黃酮 勤塞素 或者是木犀草素 都可以改善為軟腺癌 的一個抗癌的作用的 那乳酮呢 乳酮呢 乳酮呢 這個裡面講到了 就說 Omega-3 它可以對一些的 我們乳房發炎的部分 或者是癌症的部分 是可以有改善的作用的 那他說 大約50歲的女性呢 如果當前吃了這個 這個乳酮的部分呢 的補充劑呢 就可以使到乳腺癌風險 降低百分之三十二 那所以 這個 這個 乳酮呢 又減少 乳腺癌的復發 減少心臟病的問題 減少骨骼的這個 流失 還有這個 幫助你關節炎的 這個修復的問題 和防止 乳倒素抵抗和肌肉減少的問題 那我剛剛講完這個 這個 WX之外 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WX裡面 有一個叫薑黃素 薑黃素 除了在WX裡面 還有在這個 肝臟的 護肝精華裡面 也有的 有大量的薑黃素 那這個薑黃素有什麼好處呢 它第一個呢 就可以防止 所謂 雙分A 雙分S 或者雙分F 這類的雙分類的 假癡激素 仿癡激素的部分 它可以防止 那另外一部分呢 是 薑黃素呢 是可以幫助 乳癌 各種的問題 可以得到一個 舒緩或者是 抗癌的一個作用 它包括了 洗澡外的細胞 增殖的問題 和這個細胞 周期調控的部分 是被抑制的 那另外呢 就是有到這個細胞 雕亡 就是癌細胞死亡 那另外就是衰老的問題 因為 在乳房的這個被刺激了之後 它的癌細胞 或者是 狀況裡面呢 是被控制了 不是那麼容易死亡 它不斷地增生 那如果能夠使它去凋亡 或者是衰老 那這個癌細胞 就沒有辦法 就是發揮功能 另外呢 就是癌症裡面 所產生的血管 也是被抑制的 它不會產生血管的問題 那就是控制它的血管 另外就是 壓制它這個幹細胞 分裂的問題 那所以整個抗癌效果 是非常好的 那第三個部分呢 就看到 原來我們說 你拿個蛋白粉出來 那蛋白質 尤其是大豆裡面 是不是有這個刺激素 會影響到 使得刺激素更多呢 那原來呢 植物性的刺激素呢 是可以調控的 可以自我調控的 就是說 現在西醫裡面都認定了這件事情 就認為呢 從豆類也好 從植物類裡面也好 提供到的一個刺激素呢 是可以改善癌症的病患 那原真呢 就是因為 這個 豆類的刺激素裡面的 這個生物類黃銅啊 或者是 這個大豆兒黃銅啊 這些的物質呢 是可以 幫助 乳腺的部分 不論它是過多 或者是過少的刺激素 它都有所幫忙 那在中醫裡面 也是講到 在本草項目啊 或者是 在食物本草匯散啊 或者是這個名醫別錄裡面呢 都講到 大豆的功能 主要是 下於血 或者是一個 利尿利水的狀況 所以它整個部分來講 是沒有傷害到 我們的 乳房的 乳癌的 增生的機會 而且更加是幫助我們 就是腎臟排水的功能 另外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酸 酸 這個酸素啊 有什麼好處呢 它主要是針對瘦素的部分 有所幫助 我們講了很多不同的營養素 每個營養素 所發揮功能都不一樣 它所對乳腺乳癌 產生這麼多種不同的變化 但是它都有一個不同的植物 可以去處理 可以去改變 那這個大蒜精華裡面呢 是有一種叫做大蒜素 這個大蒜素呢 可以針對瘦素所產生 其中一個叫做State 3的部分 這個是很重要的 細胞分裂和血管增生的一個步驟 它可以把它鎖死了 然後使它沒有辦法發揮功能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蒜素在這個乳腺癌裡面 或者是癌症細胞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另外呢就是維他命D 維他命D本身對三陰性的乳腺 特別有效 特別有效 那它維他命D可能激活了 這個它本身的receptor 就是維他命D receptor 然後使到一個叫做CTSL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被抑制 抑制了之後呢 它沒有辦法再推展下去 產生這個細胞的增生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維他命D的功能 還有維他命C 那大家可能都不覺得維他命C有沒有搞錯 你說乳腺癌可以用維他命C嗎 那這篇文章呢就是去年3月份出來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說了就是不同位置的乳腺增生 所產生的細胞 經過高濃度的維他命C 可以使到它們都下降的趨勢 你看一下那個ABC三個的部分 你看到維他命C都往下跌 就是看到那個細胞的數量都會向下跌 就證明了維他命C在這個實驗裡面 是100個micrometer的部分裡面 就是高激量的維他命C 就是會使得癌細胞凋亡 那結論呢就是乳腺癌 雖然是女性裡面罹患最高 而且風險最大 致死率最高的一種疾病 那它包括了所謂原來癌 或者是鎮響性的癌症 那產生的原因是包括了遺傳 還有這個刺激素過多 肥胖或者是環境因素而導致的 我們預防是因為藉著不同的營養素 可以幫助我們改善這個癌症的細胞 降低它們這個細胞的繁殖 或者是它的血管的增生 使得我們這個乳腺癌的機會是降低 並且平時食用這個營養素的時候 可以改善我們身體裡面的狀況 減少產生乳腺癌的機會 今天講到這裡就結束 希望大家如果有問題都可以提出問題